你见过比人寒大的蝙蝠吗 你以为传说中的海妖真的不存在吗 你知道吗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有很多动物的体型 其实远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你印象中的乌龟可能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乌龟长这样 你以为地球上所有的蜗牛都是这样的 但还有一种蜗牛长这样 除此之外 地球上还有很多种动物的体型 其实都要比我们想象中要大的多 但由于它们的奇迹地多数都远离人类 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 非常困难 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 那些比我们想象中要大的多的十种生物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老烦您帮忙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 眼前的这个长相呆萌的家伙就是翻车鱼 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硬骨鱼类 翻车鱼的体长最长可以长到5.5米 体重最重可达3吨以上 一眼看上去 这个家伙的外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鱼头一样 这种鱼主要都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热带和温带海域 在海里 它主要以一些海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鱼类为食 翻车鱼看上去虽然比较吓人 但实际上性格非常温顺 确切点说 是想凶猛也凶猛不起来 因为翻车鱼的游泳速度非常缓慢 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捕杀其他的大型鱼类 反而自己却经常被鲨鱼和虎鲸捕食 但即便是这样 却丝毫影响不了它的种群数量 翻车鱼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它的繁殖能力 这个大家伙是人类已知世界上最能生的鱼 它一次性可以产下多达三亿颗鱼卵 这就意味着它一次就可以生下三亿个孩子 假如这三亿个孩子全部顺利长大 翻车鱼就是一天见一百个孩子 也需要八千多年才能见完 当然了 这只是个假设 因为所有的鱼卵并不能全部成活 翻车鱼的鱼卵成活率实际上很低 大约只有千分之一 第九个 非洲大蜗牛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蜗牛 也是少数的可以杀死人类的蜗牛之一 非洲大蜗牛也叫非洲巨型蜗牛 这种蜗牛原产于东非 它的体长最长可以长到20厘米 体重可达32克 这种蜗牛看上去人畜无害 但世界上非常危险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它都被认为是一种害虫 由于其体型较大 食量轻人 所以在非洲当地 这种蜗牛是农作物的主要害虫 它几乎会吃掉各种植物 以及农作物 有时候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就连自己的同类它也会吃 这个家伙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 为了给自身的外壳补钙 它连石头 水泥 以及其他洞的骨头都不放过 非常能吃 也正是因此 使得非洲大蜗牛在很多国家 都被列为入侵物种 因为它所到之处 会失掉大量的本土植物 从而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除此之外 它的繁殖能力也很强 1966年 一名儿童 从夏威夷带了三只非洲大蜗牛 回到迈阿密 仅仅过了七年的时间 这三只蜗牛 就反映出了多达一万七千只庞大的族群 给当地的农作物 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据说当地政府为了对付这些入侵蜗牛 每年都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另外之所以说它危险 是因为这种蜗牛的身上携带有很多寄生虫 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误食了非洲大蜗牛 那么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 甚至死亡 非常可怕 鹿这里动物 给人们留下的刻板印象 多数都是弱势的 因为生活在野外的大多数鹿类动物 都是一些食物动物的猎物 但今天这个驼鹿 可能要颠覆很多人的认知 驼鹿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 也是最重的陆克动物 这种鹿的体长最长可达三米以上 肩高可达2.4米 体重最重可达一吨以上 从远处看上去 它可能并没有多大 但走近后你会发现 这个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 驼鹿高大的身躯 与骆驼有些相似 四条修长的腿 也与骆驼有些接近 它肩部隆起的部分 与骆驼的驼峰也有些像 所以人们将这种高大的鹿 称之为驼鹿 这种鹿通常都生活在 海拔高度约2500米的地方 一般都活动在北半球温带 至亚北极气候的真野林里 它属于典型的亚韩带真野林动物 在我们国家的大型安岭 和小型安岭北部也有分布 常年的驼鹿在野外 几乎很少有天敌 除了北美的灰狼和东北虎 有时候会捕杀幼年的小鹿和雌性驼鹿 基本上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它们 说比目鱼 很多领导可能有些陌生 但要说多宝鱼或者蝶鱼 相信各位领导就比较熟悉了 除了各位领导尝试的比目鱼 其实在大海里 还生活了一种体型巨大的比目鱼 这种鱼被称为大西洋大比目鱼 也叫大西洋雍蝶 这种鱼的体长最长可达4米 体重最终可达600斤 寿命更是高达50年之久 它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的两岸 以及北边的部分地区 这种鱼通常都生活在海下 50到2000米深的海底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们就会进入更深的海域 也就是说体型越大的大西洋雍蝶 活动的范围也就更深 除此之外 它与大多数的比目鱼一样 除了体型大一些 其他的特征都与普通的比目鱼差不多 它也是一种底气鱼类 肉质也非常鲜美 在世界各地 这种鱼也被当作食材捕捞 只不过价格 可能要比小比目鱼贵一些 眼心的这个长相 酷似狐狸的动物 就是金冠飞狐 它并不是狐狸 而是一种蝙蝠 金冠飞狐也叫金冠果符 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蝙蝠 这种蝙蝠的一盏可达1.5米 体重最重可达3斤以上 它原产于菲律宾的热带雨林 通常只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里 这种巨大的蝙蝠在野外 主要以各种水果为食 特别是无花果 它们的食物来源一多半 都是由野生的水果组成 因此人类也将其称之为果符 尽管飞狐与其他的小型蝙蝠一样 身上也携带有包括爱博拉病毒 在内的很多病毒 所以说一旦被它咬到 也是非常危险的 俗话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那么乌龟的寿命究竟能有多长 这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鹿龟 加拉帕古斯象龟 这种龟生活在南美洲的 加拉帕古斯群岛 它的体长最伤可达1.2米 体重最重可达600斤以上 寿命更是长达200年之久 具体它们能活多少年 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人类有记录的一只 加拉帕古斯象龟的寿命 达到了175年 但它们的寿命究竟有多长 至今人们仍不得而知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想要详细地 记录它们的寿命 难度很大 主要原因就是记录人员 往往都等不到一只 加拉帕古斯象龟 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 记录人员就已经变成老人了 人类如果想要知道 它的确切寿命 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这种巨大的乌龟 是一种冷血动物 它每天天一亮 就需要找个惬意的地方 晒1到2个小时的太阳 为自己的身体吸收热量 晒完太阳过后 一天的8到9个小时里 它都在觅食 吃东西 它是一种食草动物 每天主要一些仙人掌 树叶 苔藓 以及各种野生果类为食 它主要从植物中 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 因此 它们可以长时间不喝水 也可以存活 即便是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不吃不喝 它仍能坚持生存18个月 非常厉害 很多人都知道老鹰很大 但是这么大的老鹰你见过吗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飞鸟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 它叫安蒂斯突鹰 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1.3米 体重最重可达30斤 一斩最长可达3米以上 它的寿命更是高达70多年 个别的甚至可以活到上百年 安蒂斯突鹰是一种肉食性猛禽 它们主要以各种大型动物的尸体为食 是一种食服动物 这种鸟主要都分布在 南美洲的安蒂斯山脉 通常都其实在海拔3000到5000米的岩壁上 在这里除了人类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第三个 双吻前口福分 双吻前口福分也叫巨型海洋福分 所谓福分就是我们俗称的魔鬼鱼 但是这种双吻前口福分 要比普通的魔鬼鱼大得多 眼前的这个大交货 就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福分 这种福分体长最长可达9米 体重最重可达3吨 它主要都分布于全世界的热带和温带的沿海水域 通常都在水下120米的深度范围内活动 这个大家伙一般情况下都是独居 只有到了交配季节来临时 才会群体出现 另外它的大脑质量比 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 比金沙的大脑都要大5到10倍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双吻前口福分是少数 能够通过镜像测试的海洋动物之一 并且它很有可能 与我们人类一样 拥有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它的智力 有可能会非常高 它是一种绿石性动物 在水中主要一些小型鱼类 和浮游生物为食 成年后的双吻前口福分 除了一些大型的鲨鱼 基本上没有其他动物 可以威胁到它们 第二个 失踪水母 这是人类已知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水母 失踪水母也叫北极虾水母 这种水母只生活在一些 寒冷的海域 包括北极 北大西洋 以及北太平洋海域 它的散型躯体直径可达2米 体重最重可达800斤 它长有上百条触手 这些触手的长度 最长可以长到30多米 这几乎相当于一头蓝筋的长度 它的触手上 还长有很多毒刺细胞 这些毒刺细胞 可以向外释放毒液 人体一旦被它的触手碰到 就会划伤我的皮肤 从而使毒液进入人体 导致人体中毒身亡 这个家伙外表美丽 但性情却十分凶猛 在水中 它主要以浮游动物和小型鱼类为食 基本上没有其他动物能够威胁到它 另外就是这个家伙 拥有超出寻常的愈合能力 即便是遭到其他大型水生物的攻击 失踪水母也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进行自我恢复 有些伤害不但没有为失踪水母带来痛苦 反而还会帮助它们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 从而改善它们老化的组织和系统 非常变态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 都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怪的传说 这些海怪 往往被人们描述成体型巨大 形状怪异 七八个触手 甚至好几个头 非常恐怖 然而当人们第一次发现 这种大王酸酱油的时候 才得知那些海怪传说 很有可能是真实的 大王酸酱油 是生活在南极大陆的一种巨型鱿鱼 这种生物体型庞大 它的体长最长可达十几米 体重最重可达一千斤以上 它的身上长有八条手臂和两只触手 每条触手的木端 还长有非常锋利的倒钩 杀伤力极强 它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大陆海域 通常都漆起在水下四千米深的深渊带 在这种深度下 阳光无法穿透 到处漆黑一片 而这种巨大的鱿鱼 就潜伏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 它的眼睛能够发光 即便周围一片漆黑 它也可以轻松地在深海里寻找猎物 非常可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未来要发财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